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欢迎来到猜济那眼 今天这期节目呢 是一个突发的事情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俄罗斯的两枚导弹 是落到了波兰啊 波兰是北约国家 而且造成了波兰两名人员死亡 那么这个突发的事情呢 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啊 而这个事情呢 对国际的金融市场影响啊 也是非常之巨大 因为突然发生的这种事情呢 可以说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啊 弄不好了 可能就会造成俄罗斯和北约的正式对抗 所以俄罗斯的股市啊 是暴跌啊 瞬间暴跌45% 然后呢 你像标准普洱的 开始是涨了1.3%几的 还反而搞得倒跌啊 而且恐慌指数也是飙升 黄金也是大涨 所以这个事情 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 也是非常之大 首先是波兰表态 我们看一下波兰的证实啊 波兰发的消息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一下媒体的报道 媒体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昨天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 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发射了100多枚的火箭弹 一名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 表示了这些导弹来自于俄罗斯 有两枚呢 落在了乌克兰附近的波兰的村庄 造成了两人死亡 而波兰政府发言人呢 也是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说 总理乌拉维茨基 已经紧急召开了国家安全 和国防事务部长理事会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呢 波兰武装部队 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那么从波兰发布的这个消息 可以看呢 波兰总理都已经开始 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了 而且武装部队提高了 这种戒备的等级 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啊 就是说确实 俄罗斯的导弹是射入了波兰 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 而美国的表态呢 就显得有些暧昧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说法 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了 我们知道有关俄罗斯的导弹 落在波兰的新闻报道 目前呢 我们没有其他的信息 可以证实他们 我们正在调查 那么波兰基本上是肯定了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但是美国呢 目前五角大楼呢 还说没有证实 为什么两方的发言 有这么大的出入 美方的发言显得比较保守 当然这可能是处理紧急事务的 一种冷静的态度啊 就防止造成误判 那么如果俄罗斯说是误炸的波兰 对不对 给窗方可能会留下一些缓冲的余地 如果俄罗斯声称是误炸的话 那么这个处理方式啊 和俄罗斯啊 主动攻击波兰 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想想啊 因为北约国家是实行这种集体安全制度 就说一个国家如果受到了攻击 北约国家啊 只要是一个国家受到了攻击 那么等同于是向所有北约国家在宣战 所以如果这一次是俄罗斯主动攻击波兰的话 那么意味着俄罗斯再向北约宣战 俄罗斯和北约的大战呢 基本上就已经爆发了 前不久了 拜登是警告俄罗斯啊 说美国与我们的北约盟友一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以保卫北约的每一寸的土地 俄罗斯如果狡辩说自己是误诈的 对不对 那个性质可能又不一样 那么后续是怎么处理呢 可能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知道波兰呢 其实最痛恨的是共产主义 主要是俄罗斯啊 两国基本上是世仇 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波兰就一直是有意参战 而且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啊 导弹是攻击了波兰 对不对 波兰后面会有什么反应 可以说这是全世界非常高度关注的啊 我们知道啊 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 俄罗斯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啊 前几天是大规模撤出了赫尔松 对不对 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除了用导弹象征要轰炸一下 剩下的可能就是核战啊 就是这最后的流氓手段了 没什么用的 基本上 所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非常虚弱的 在常规战争可以说打乌克兰都打不赢 那么打波兰更加是打不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续啊 关注一下这个波兰和北约啊 对这个事件的反应 如果这次俄罗斯导弹袭击波兰 北约不敢有任何反应的话 那么俄罗斯啊 可能真的就会成为大的赢家啊 俄罗斯从开战到现在 可以说打的是稀巴烂呢 就已经搞得北约很多国家是同床异梦了 那么这次北约国家啊 受到了正式的攻击 如果北约没有强烈的反应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助长俄罗斯啊 这种嚣张的气焰 也不排除俄罗斯是拿这个事件 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北约这次反应呢 应该是要强硬一些才好 刚刚得到的消息啊 俄罗斯方面表示 说其未使用破坏手段 对乌克兰波兰边界附近的幕妖进行打击 那么基本上他相当于是在否认 对不对 这个否认 北约国家买不买账 波兰买不买账 都是另外一回事 而刚刚呢 中美两国在G20峰会上 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啊 他必然不可能给予俄罗斯 更大密度的支持 可以说呢摆在普京的面前呢 就只有一条路啊 基本上就是谈判 退出乌克兰 可以说也没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次啊 俄罗斯攻击北约国家啊 他不会造成一个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目前俄罗斯可以说没这方面的实力啊 打一个乌克兰基本上都打不下来 北约其他的国家也没必要去卷入进来 把事态扩大 北约了肯定要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法 要么是俄罗斯道歉或者是认错 然后呢 会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 把俄罗斯啊 彻底是打垮 赶出乌克兰 我觉得这可能是北约采取的比较理性的一个办法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加勤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一百二十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渔市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仲介广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 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外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